緊接著我們要來談談柯文哲 柯文哲以及民眾黨真的要泡沫化了嗎 柯文哲真的有可能栽在金華城嗎 最近柯文哲和簡書培隔空互搶 第一點 簡七段講的話 不要去理他 昨天在講說彭震生講什麼 結果彭震生出來接受訪問 直接打臉他 說他加油添醋 其實我跟你講 整個案子我還是相當有信心 要出問題很難 所以就不要說市長沒有辦法決定 就算是主辦的這種副市長彭震生 他也沒有辦法一個人決定 所以這種 所以這樣 簡七段就明白告訴你 這個家偶媽以前簡七段沒有信用 不用理你 柯文哲的話才真的不用相信 為什麼你親自核可的公告了 金華城的這個鑽錢 送給金華城百億隆機 所以到底彭震生打臉的是柯文哲還是簡書培 我相信大家可受公平 所以柯文哲勇敢的話 喝大就來台北市議會 接受我們調查小組的調查 如果你不敢來 你就是死了 好 我們現在馬上為您視訊連線 簡書培 書培你好 阿關好 大家好 好 書培為什麼柯文哲說你加油添醋呢 我沒有加油添醋 因為我所說的所有的話 都是彭震生告訴我 好 那可不可以懷孕一下 到底當時是什麼情況 為什麼你說彭震生根本不想幫柯文哲背鍋 彭震生的講法是這樣子啊 就是說金華城的隆機啊 用准用都根條例這樣子的方式 給金華城20%的隆獎 這是過去所沒有的 所以當時呢 這個都發局把相關的公文送來的時候 其實他有詢問過都發局說 為什麼用准用都根這樣子的方式 那都發局告訴這個彭震生說 這有送過什麼都委會的 就是有請專家學者去開會過 但他認為這件事情是法律找不到法條來引用的 所以他就把這個創新的隆機給法的一個公文 送給柯文哲簽 他認為這是最高首長的行政材料 所以是讓柯文哲自己去簽和這個 對不起 我打斷一下 所以換句話就是說 彭震生知道這是與法無懼的 所以他也不願意簽 他送給柯文哲簽是這樣嗎 是 就是彭震生 包含這兩天我看到有幾個媒體也有問到他 他認為這個准用都根這件事情 其實是依法無懼的 所以這樣子的創新隆機給法 必須要由最高行政首長自己去做行政材料 所以是柯文哲自己簽的 而這個跟我們之前所調閱到的資料也相符 這個過去所有的都市計畫的公展 很少送給市長來做簽和 大部分都是負責督導的副市長進行簽和的 但唯獨只有金華城這一件 是送到柯文哲那邊給柯文哲簽 所以柯文哲絕對不會不知道 所以這件事情凸顯兩個點 第一個 彭震生知不知道 金華城這樣給容積是有問題 依法無懼的是 第二個 這樣子依法無懼 是誰合可的 是柯文哲合可的 我覺得這跟我們後來調到了 這個之前調到了資料 跟後來彭震生的講法 我認為說是一致的 後來又不斷被踢爆 說金華城很多該做的事沒有做 因為之前談到這個容積 比較都更條例其實根本就語法無懼 除此之外他們巧密非常多的名目 去增加容積 比如說什麼行道樹 公園管理等等 其中有一項是他們答應要建空橋 但後來為什麼空橋沒有蓋 那麼既然空橋沒有蓋 為什麼這個容積還給它呢 因為容積已經 因為容積的上限已經給了 所以讓他可以去巧立非常多的名目 所以之前必須要用所謂的架空橋 才能夠取到容積 他可能用其他的方式就可以取得到容積 所以這個前面的容積給法 是屬於都市計畫的部分 後面的實際到底給多少容積 是屬於都市審議 設計審議的部分 但不管是都市計畫 或者是都市審議 其實都在幫金華城的忙 第一個是金華城原本容積 不可以那麼多 用巧立的名目的方式給了他容積 第二個 原本他答應要做的事情 後來沒有做 卻還是可以讓他享受到最高容積 因為你多了20%容積給他 不是一定要給20% 他如果A沒做 B沒做 C沒做 我們都應該不要容積 可是為什麼他答應的事情要做 他沒有做到 他答應是要做 沒做 竟然還是給他了 這也不合理啊 法律的依據已經先不合法了 後來他答應要做的事情 又沒有做到 我們還繼續給他容積 我就想 我就問一句 柯文哲你為什麼獨厚金華城 為什麼金華城 原本不合法不合規 你卻讓他想方設法 創新的名目給他 第二個部分 是他答應的事情沒做到 你還繼續給他容積 為什麼金華城對柯文哲來講 這麼特別嗎 所有的台北市民 沒有辦法享受到的福利 沒有辦法享受到的容積 獨獨只有金華城可以 我覺得柯文哲要講清楚說明白嗎 結果現在柯文哲不講清楚 不說明白 卻想要讓這個彭震生跟他一起背鍋 我覺得彭震生當然不願意啊 所以彭震生講了說 在他擔任副市長的任內 柯文哲關心的都市計畫 這個變更的相關的案子 金華城是唯一一件 是唯一一件 所以我覺得為什麼獨厚金華城 為什麼獨厚金華城 對柯文哲來講 金華城為什麼這麼特別 不是只有簡舒培想問 我相信是全台北市民都想問 因為很多人都在等都跟 都一瓶換一瓶都不可得的狀況底下 金華城卻可以一瓶換四瓶 而柯文哲到現在 只會胡說八道 都不敢出來說明 好 謝謝舒培接受我們 謝謝舒培接受我們的視訊連線 不過另外一個關鍵是在8月20號 據說彭震生願意接受 調閱小組直接來問他很多 就是適宜到底哪些哪些問題 他願意直接面對 我簡單講8月20號來 他就不想做李宿德 如果來的話 是 所以現在據說他820會到嗎 不一定 他答應檢舒培820要來 那小組的是遊俗會 小組的那個招集人 所以他現在我認為一半一半 820那天不一定 他到還是不到 關係到他願不願揹這個鍋 他如果不到的話 揹鍋可能性大 到的話就絕對不是李宿德 他就一五一十 我怎麼受柯文哲壓迫 我怎麼樣弄到都委會 他就會講出來 他就要職求面對了 對 就職求對決 是這樣子 對 好 那我們回來講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現在確實到現在 越來越多的真相顯示 柯文哲獨厚精華程 是啊 你看我這樣手擺 這個案子怎麼可以給他20%的 叫做都根容積 他不是都根用地 他們說這叫新創的 新創的容積獎領 你剛剛不是問的簡書培嗎 你是不是很在意 你很在意有沒有做空橋是吧 是 做什麼空橋 空橋哥就是柯文哲好不好 做什麼空橋 簡單講 我的意思是說 當初他用了很多的明目說 因為我做了這個 做了這個 做了這個 所以你要給我嘛 那現在他沒做 至少你要跟他砍一些吧 為什麼不砍呢 不砍 他就讓他過20%拿到滿嘛 簡單講你看 他用什麼都市獎勵 任性 然後那個什麼 任養公園 那個花不到幾千萬 他得到了幾百億耶 怎麼 委員也有質疑 而且准用都根很清楚 是柯文哲蓋了張主義奴禮 大家照一下 這第一個鐵證 柯文哲這個張跟奴禮 就讓他試用都根20%的獎勵 這第一件事 幾百億 他有沒有可能是圖利罪 這個張是關鍵 我今天我跟你講 今天這個彭震生 想去把他扛 也扛不住了 馬英九交代 李素德什麼 你是不是要砍掉 那個權利金二三十億 那他們只有他們兩個人知道 這只有人證 這是物證 這個扛都扛不住 物證是大國人證 第二個 剛剛簡素本也講了 這個全台北市 自從光復以來 這個七八十年 從外面有一個台北市長本人 蓋章出去公仔這塊地 當然是彭震 最多是彭震生的張 或是這個都委會的張 或執行秘書在辦這個事 為什麼是 這兩個張 實在是我認為圖利罪 它是很難跑掉的 在彭震 我會選擇 在彭震 在彭震 門外面有 protecting